6月解除目前看起来是转区悲观 全台旅行业代表29号与交通部争理梦宴会面后 根据转述 虽然陆委会愿意支持业者以包船方式 先恢复台湾与平坛间的交通船 但是因国安会反对立场坚定 6月1号政府倾向维持禁团令 业者失望之余 仍拜托交通部在今明两天 继续向其他部会沟通 商总理事长徐书博昨晚表示 当然很沮丧 但不会放开